更衣室裡 護理師正要換衣服 突然看到黑色蜜露器超震驚 醫院竟然出現偷拍色狼 讓他最氣憤的是 回報護理長竟然一坨再坨 還把蜜露器直接還給那位醫師 氣到離職上一元陳情 事情發生在軍醫院屏東分院 護理師更衣室五人共用 六月十七號 護理師發現 冷氣上有個黑色蜜露器 集體崩潰 通報護理長 護理長詢問當事醫師 立刻說是自己的 但遺失很久 沒檢查就輕易取回 護理師氣到想報警 但護理長說要等院長才是 控訴院方拖延 一直到七月七號 院長才同意報案 已經過了二十天 恐怕早就已經滅證 兩位護理師受到驚嚇 陸續離職 很多的證據都已經在他的手上 可能也被瞎尾了 全案於一百一十一年九月二日 遺涉嫌罰壞秘密罪 移送屏東地方檢查署偵辦 根據了解 滅讀器內容 更衣室畫面已經不見 但只剩下醫師在自己辦公室裡面 瞧角度畫面 軍醫院屏東分院發聲明表示 全面檢視院內環境 和啟動內部行政調查 但同經醫院 七月還發生 醫師把手術刀 掉在病人體內三天後死亡 現在又疑似出現偷拍色狼 狀況一箱筐 記得當初王書宏評論報導